大家好,欢迎收看这句要风 今天给大家带来惊悚悬疑电影《密室逃生》 股票经理杰森收到了一个黑盒子做礼物 同时大学生左翼也收到了一个快递 既见人士教授,一个黑盒子 酗酒度日的本上班时发现有个黑盒子放在桌子上 这个黑盒子旁放着自己的名字字条 很显然这个黑盒子是给本的 左翼很快摸索到黑盒子的第一步 而本想拿锤子却砸不开黑盒子 盒子掉落在地上意外开了第一步 原本对黑盒子不感兴趣的节省 也上网边看视频边摸索 就在三人对下一步迷茫的时候 黑盒子里冒出了一张纸条 一张米洛斯密室逃生的入场券 赢出的人会得到一万美金的奖励 本在米斯洛大厦前面犹豫的时候 退伍军人阿曼达进入了大厦 前台阶段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就在阿曼达乘坐电梯上三楼的时候 他遇到了游戏米丹尼 阿曼达打开等候室的门 里面已经有人了 分别是拖车司机迈克 杰森和左翼 最后犹豫不决的本也进来了 就在本想到外面抽烟的时候 门把掉了 曾多次玩密室逃生游戏的丹尼 很快发现了门把孔上的转盘 众人开始寻找线索 迈克在书里找到一把新型螺丝刀 左翼看见书上写着华士451度 他把刻盘转到451 房顶开始升温 想关掉却发现刻盘转不动 本把灭火器掰下来想闸门出去 却发现灭火器是塑料的 而且房间的柱子也开始加热 左翼在塑料灭火器上找到了钥匙 打开接待室的窗户 却发现接待人员是一个假人 这时电话响了 杰森接起电话 电话中只有一段录音 让他们遵守所有已发布规则的录音 盖上电话 房间的窗户外升起了隔板 密闭的房间就像一个大烤炉 而六人就是圣诞火机一般 就在众人被烤得丧失理智的时候 左翼发现了墙壁上的一句话 于乌坦博士说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杯垒 他找到桌子上杯垒的位置按了下去 壁画打开 后面是一条通风口 杰森爬进通风口 发现出口被铁丝网挡着 杰森用刚刚麦克找到的新型螺丝刀 打开了铁丝网 就在左翼把杯子装满水 放在杯垒上代替人按折的时候 阿曼达在狭窄的通风口 想起了打仗时被困的情形 现在幻想中不能自拔 左翼连忙爬进通风口帮助阿曼达 丹尼和本继续用杯子装水 却发现最后一个杯子没水了 本用自己的酒装满了空杯 众人闯过了第一关 达到第二关 这是一间木屋 快要崩溃的阿曼达 想用丹尼偷拿进来的手机报警 却没有信号 木屋的锁是一把需要七个字母开启的密码锁 墙上写着你一定会被记录实测 杰森用历代的总统名字尝试时 本发现了墙上路脚板上的字母 他想起了和朋友开车出车祸的事 密码是鲁道夫 杰森输入鲁道夫 锁开了门外是一片冰天雪地 当六人全部出了小屋后 门自动关闭锁上了 丹尼向前方探路 被一面无形墙挡住摔倒 一阵冰烈的声音传来 众人惊恐声士气 丹尼却依然觉得这只是特效声音 像之前的大烤炉 他们也并没有被烧死或者被炸死 这都只是为了让游戏逼真而存在的 不会危及性命 无形墙上开始吹进冷风 众人为了不被冻死寻找线索 杰森发现了一个带锁的门 左翼在木铁上找到了一行字 没有真正的北方 这时阿曼达找到一件外套 而麦克则找到一匹狼的标本 循着狼看的方向 找到树上的钓鱼竿 本走在冰上的时候 差点掉进冰面上一个垂钓的洞里 左翼指的指南针 发现指针一直指着一个方向 他找到一只熊标本 从熊嘴里拿到了一个磁铁 左翼用钓鱼线绑着磁铁 从水底钓上来一块有钥匙的冰块 独自躲在角落抽烟的本 拿出火机 把它丢到冰面上 当你过去拿 走到冰面上时 冰面突然破了一个洞 当你钓到水里被淹死了 众人终于意识到这个游戏是真的 没有了火机 大家只能用体温把冰块融化拿钥匙 在温度降到0度的时候 钥匙终于拿到了 却开不了门 原来出口是在另一个地方 冰面开始裂开 众人惊险地逃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灯开起 一个颠倒的八号桌球室 房间迅速上升 顶部的电话响起 话筒从上掉下来 迈克接到话筒 却从电话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通往下一关的门上缺少了门把 迈克发现桌球台上没八号球 就在迈克想进一步找线索的时候 地板掉了 往下面看 大概有十几层楼的样子 几人快速走到房间边上 攀附着任何能支撑的东西 伸手脚尖的阿曼达爬上颠倒的吧台 找到一个四个数字密码的保险箱 左一发现墙壁的装饰 是一副巨型的滑块拼图 在迈克帮助下 左一解开了拼图 结合桌球的颜色得出9810 阿曼达输入密码 却发现密码不对 电话又响起 又一块地板掉了下来 恐惧的迈克河本爬上拼图架 拼图架承受不了三人的重量开始掉落 左一掉到地板上晕了过去 他想起了和妈妈一起遇到的事故 杰森摇醒了左一 左一看着颠倒的桌球室 意识到密码应该也是颠倒的 0186保险箱开了 里面有一个八号球门把 阿曼达艰难的爬到电话处 八号球却从他裤袋里掉出来 眼看着八号球就要掉下楼 阿曼达为了救八号球 跳到最后一块地板上 这时电话又响起 在最后一块地板掉落前 阿曼达将八号球扔给杰森 自己跳起抓着电话线 众人想救阿曼达 电话线却断了 阿曼达掉下去 只剩下四个人 杰森用八号球门把开了门 下一个房间四一间诊室 每一张病床都是那么的熟悉 与参加游戏的六人 曾经住过的病房一模一样 而且六人都是事故的唯一幸存者 游戏设计者让他们几人一起参加游戏 想看看谁会是最幸运的一个 电视机开启 倒计时五分钟 左一把所有监控砸掉 他读的课程就是研究 被看着的分子不会活动 左一认为是游戏设计者通过监控 让他们永远不能赢 其他三人不理会左一的疯狂行为 他们依然寻找着出口的线索 看着电视里播放者的线索 杰森拿着电机 想让迈克的心率再高显 迈克被电死 倒计时结束 墙上的毒气开始外泄 杰森觉得这是挑战低心率 他把自己的心率调低 在低于五十后门终于开了 本和杰森逃向出口 左一不肯走 坚定的认为这个房间才是出口 毒气让他倒在了地上 杰森进到一个黑白班门房间 本看着杰森无情的举动 意识到杰森说的海上漂流经历 并不是他朋友游走了 而是杰森为了抢唯一一件外套 把朋友杀死了 但面对着密室 无奈的本只能和杰森继续合作 找寻出口 他们在电视机前的地面上 找到一个转盘 转开门后 却发现转盘被涂上了药 两人晕头转向着找解药 本先找到一只解药 在抢夺过程中 杰森被撞破头死亡 注射了解药的本调到了下一间密室 左翼存在的那个毒气房间 有一间门打开了 进来了两个穿着防护装的清理人员 左翼用氧气罩逃过了毒气的侵袭 他打晕了两个清理人员 拿起枪走出去 本所在的房间是一个书房 出口是一个世卫书密码的门 时间用完 墙壁开始夹起来 本躲在凹进去的壁炉里 逃过了被夹死的命运 他走出密室 看见了最后一关 游戏设计者的房间 游戏大师麦克出现 他递给本一之烟 想从后面用绳子把毫无防备的本累死 左翼拿着枪出现救了本 系统显示本和左翼是赢家 左翼报警了 可是警察在左翼提供的大楼里 却只找到被火烧过的废弃房间 六个月后 不死心的左翼收集了其他世人死亡的信息 他去找本 说他找到了一个坐标 并订了两张飞机票 打算两人一起去寻找 幕后之人用模拟器模拟出飞机密室 他截获了左翼两人的飞机航班信息 打算再造一次密室 让左翼两人破解 最后幸存的两人 还是被迫继续参加这个生存游戏 这期电影分享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影视剧 可以留言评论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这句要风 我们下期再见